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Swift的UI 今天是第16季 不过在给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了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编程导航方式 咱们上一期通过描述链接的方式 进行页面的导航 而且咱们把它实现了 对吧 今天咱们通过编程的方式 如何实现页面的导航 咱们马上就来学习一下 好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使用It's Active这个属性 导航视图该怎么做 咱们马上看代码 其实非常的简单 好 大家请看今天和上期一样 我给您准备了两个view 一个是细节 detailview 对吧 一个是咱们启动 负view contentview 对吧 在这两个view当中 咱们开始做导航 该怎么做 咱们先看 负view 这个地方 我声明了一个模板级 有状态的布尔值 叫做活动链接 active link 对吧 咱们就是通过设置这个变量 你是处啊 是false啊 通过设置它 咱们来导航页面 该怎么做 咱们看一看 首先这是一个 navigation view 这个没说 对吧 里面是一个纵向布局 对齐十个间距 这都没问题 第一行 hello world 这个没说的 第二行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我写了一个导航链接 navigation link 没问题吧 然后这写上一个字符串 显示什么字符串啊 对吧 然后呢 导航到哪去 导航到这个细节view里面 然后大家注意看这地方 我呢 把咱们模板级带状态的 这个active link呢 它的地址 传到了这个view当中去 对吧 同时 这个navigation link 还带了一个 its active属性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当这个its active属性 为tru为真的时候 它就会去导航到下一个子view 如果这个变量是false假的时候呢 就不做导航 关闭子view 对吧 同时 我把这个变量呢 还传到了子view当中去 也就是说 在子view当中 咱们也可以控制这个变量 来显示 或者说来关闭 咱们的子view 一会儿呢 通过编程方式 咱们全套实现 好不好 OK 这个呢 是第一种实现的方式 咱们传餐 对吧 第二种方式 大家请看 第二种方式 大家请看 这个位置 第二种方式 其实还是一个导航链接 这两行都没说的 只不过 我又多定义了一个label 对吧 这里面呢 我呢 定义了一个按钮 就是说 当咱们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 然后我手动把咱们模板级的这个布尔形设成处 他呢 也会去导航 这样的话呢 我可以定下这个按钮的外观 比如说 咱们加个图片 呃 加点 变点颜色 对吧 变变字体 增加点这个大小 都是可以做到 如果用第二种方式 您也能做到 但是 它就生生的 仅仅显示了这么一个子幅串 对吧 那么咱们用下面这种方式的话呢 咱们自定义按钮 在按钮里面呢 咱们可以自定义任何多媒体的试图 让咱们这个按钮按下去之后的 这个用户的体验呢 更加的好 所以说 在实际编程中 咱们其实采用下面的做法呢 比较多 好不好 OK 呃 这个是FUVU的部分 咱们马上看看子幼 子幼就是演示 如何通过设置这个变量 关闭它 大家请看 咱们通过Bonding的方式 获得了FUVU传进来的值 Bonding 我以前给您介绍过 您把它就理解为 按地址传递 不是按值传递 是按地址传递 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 我如果改变这个Active属性的话 它会影响到FUVU的Active 这个布尔值的内容 好不好 OK 那么咱们在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我按地址传递 把这个活动链接传进来了 对吧 这也是 OK 那么我在子VU中 只要把这个变量设为FALSE 那么我的子VU就会关闭 对不对 OK 我呢 用两种方式设置它 第一 咱们看啊 子VU一向来是一个纵向的 StepVStack 没说的 然后这是一个页面标题 大家请看 在这个地方 我在子VU当中定义了一个按钮 叫做什么 叫做关闭画面 对吧 然后在这个按钮按下之后呢 我会把这个模板级的Active呢 设成FALSE 因为它是按地址传递 所以说呢 该画面则会关闭 对吧 OK 同样 我呢 和上期一样 把咱们的导航条的左上角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把它隐藏掉 然后呢 自定义咱们自己的一个按钮 同时在这个自定义按钮当中 左上角啊 咱们设置上一个这个文本的返回 咱们也可以设置这个图片 也可以设置颜色 都可以啊 然后在这个按钮按下的时候 咱们同样跟刚才页面按钮一样 咱们把这模板级的Active呢 设成FALSE 有事说 咱们子画面提供了两种画面关闭的方式 一个呢 是左上角的导航按钮 咱们自定义了 对吧 另外一个是画面中的一个关闭按钮 咱们也可以关闭这个画面 好不好 OK 这个呢 就是今天代码的部分 咱们显然少许 马上运行一下 我现在这地方给您建一个APP 叫做MyUp 没说的 用的还是这个Swift UI的生命周期 咱们一般 如果从今天开始 咱们新建项目啊 一定要使用新的生命周期啊 这也是苹果官方推荐 虽然官方的苹果官方API也经常变化 但是咱们只能跟随 对吗 对不对 好 然后咱们说回来 我今天的代码呢 实际给您准备了两个view 如果您要是在实际工作中 那么您要分别定义出两个view的文件 对吧 OK 今天呢 咱们是教学嘛 为了给您简单的演示 所以说 我把这两个view呢 放在一个文件当中 好 好不好 请您理解一下 OK 咱们试一试 拷贝过来 然后拷贝到这个地方 然后按住这个command加B键编译一下 没有问题吧 对吧 然后按command加R键运行起来 咱们缩小一点啊 好 出来了 咱们看一下啊 因为是第一次启动 所以比较慢 而且我今天怎么没有启动这个8加 用的是这个 用的是这个 Apple Touch 但是无所谓了 Apple Touch 为什么我更愿意用8加 因为它画面比较大 显示的区域比较广 如果用这个 那个Apple Touch的话 大家请看 这个显得就画面稍微小一点 但是效果应该差不多 行了 咱们先少讯 咱们看啊 首先咱们看 我这个主标中有两个链接 对吧 一个是第二个画面 一个叫做编程导航 大家现在就是这样的位置 对吧 一个是第二个画面 一个是编程导航 第二个画面这个地方呢 咱们呢 仅仅是 引用了一下 它的这个Active属性 好 那咱们点击一下 看看能不能完成页面的跳转 没有问题吧 跳上过来 然后咱们在子六当中 又提供了两种关闭的方式 哪种都行 一个是左上角关闭 没有问题 另外一个是点击关闭画面 这是个按钮 点击也能够关闭 完全的没有问题 对吧 OK 接下来咱们回到副画面 在这下面呢 我定了一个 自定义的一个按钮 对吧 当它点击之后 也可以打开下一个画面 这个呢 就是纯编程方式的 咱们自己控制了 对不对 OK 这种方式 其实在咱们实际工作中 应用是真的很多 好的 试试啊 注意看 编程导航 点击之后 进入到子画面 没问题 这两种关闭方式 哪种都可以 关闭再过来 再关闭 完全的没有问题 实现了咱们上期 一样的逻辑 但是今天我给您 介绍的这种 可编程方式的导航呢 更灵活 更适用于实际的工作 所以说 今天这种 可编程导航方式 您一定要掌握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所有的内容了 不是很难 但是呢 却是非常非常常用的功能 您一定要会哦 然后呢 我今天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 EatHub上去 有兴趣 有朋友 您就下载参照一下吧 好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观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咯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 感谢观看